你知道吗?BYE5也有悬浮几秒咯! hello guys,欢迎来到田山的频道 我是明天天山 这一集又是大家最喜欢的《决胜时刻》系列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系列的话 记得帮提供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出过最新的影片咯! 是的,没错! 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BYE5 因为成绩BYE5在我们大军赛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坑神的一位职业选手 他拿出BYE5的独头蛋配件 我看过他的配件真的非常可怕 在25年内是全身一枪致死 全身大部分很多人会使用 像是红点等等之类的配件来去配用 所以如果少了一个配件不去装红点的话 那BYE5是不是就更好用了呢? 好的,因为我们的七星荣原转盘里面 其实有BYE5的皮肤 那这个皮肤它本身就会有一个悬浮击秒 那提上这一集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BYE5的悬浮脚到底好不好用呢? OK,Let's go!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训练场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目前就是我自己在配的BYE5 然后确实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他的悬浮击秒 虽然这悬浮击秒感觉好像有点太过于低了 我更希望他这个红点击秒 在这个枪上面大概在锅的一到两指桌之后的一个空间 会更好一些些 不然有时候你看哦 如果有人在我们的面前滑下来的话 基本上我很难看到他 对 如果整体来说的话 诶? 还是可以用的哈 那接下来我用它开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有红点的 这也是坑神当时所用的配件 可以看到 这是当时他所用的配件 然后他的话是有带一个 腰射的 腰射的瞄准器 所以他其实在腰射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的 有没有看到 他其实有时候拿这个枪在打人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会开进 也不一定会开进 OK 因为他在腰射就已经够精准了 然后他在开进的时候就更清楚 所以他有时候在一半的时候 就已经打出去了 所以他一半的时候不能打出去的时候 也可以打到一些人 所以也算是什么 阳射枪吗? 我也不能这样讲 也不算像是阳射场一种 好的以上就是这次 帮大家去评测一下 我们这次BYE 到底好不好用 我是个人觉得 有点五五开啦 就是他的几秒虽然有出来 但是我觉得 还不够清楚 所以啊 可能还是 只能收场用啦 OK 好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影片订阅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各位 拜拜